好 为了强化原住民族的教育 教育部国教署与体育署及原住民族委员会等中央机关 整合课后辅导扶植等36项的教育计划 陆续举行了北中南东区四场次的说明会 更是邀请了各地方政府以及原住民族重点学校的校长来参加 原住民族教育计划及原乡地区课后辅导相关计划 经费申办说明会 10号在美轮饭店召开 长期关系原住民教育议题的地位孔文吉 也指派国会办公室主任杨金次来听取整场的说明会 也听到地方的声音 希望能够主任们面临的问题再次进行检讨 因为原住民族教育这一区块里面 事实上是在我们整个政府推动里面 算是一个新的政策也是新的计划 所以他要更多的时间里面去做磨合 比如说最近我们发现到有很多的大专院校的学生 就认为说奖助学金对他们来讲很不公平 那很不公平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原住民的材质学质里面 就读在理工的、化学的、甚至财务的、统块的 乃至于还工的、土木的 这些都几乎反映给我们说我们都被边缘 那是不是在这一区块里面也请我们的教育部或是研民会里面 就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里面去做一个探讨或是来争略 那另外一个区块就是说 那最近我们今年度东京奥运 在原住民来讲是算是奥语全球 可是在拔佐或者是训练 乃至于他们在推动的时候里面 我们也发现到 蛮多的学校或者蛮多的一些 国手甚至体育人才 都饱受自己的一些辛苦 不单单是辛苦 甚至还要去筹募相关的资源 这样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负担跟伤害 那是不是说可以建议我们教育部或是研民会 研理这样子如何去照应或是照顾我们的国手 或是我们原住民的国手或是体育人才 那最后是针对我们原住民组的一个实验教育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比较希望能够透过政府部门的一个宣导 或是加以琢磨 像我们在实施我们实验教育的学校里面 能够有信心有那个能量 来为我们原住民教育做一个贡献 我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说 因为我们发现到目前我们在整个实验教育里面 总共有39所全国 但我们发现到我们全国原住民的学校里面 不止39所 怎么样让他推动或是说 让我们的家长或是让我们的部落里面 形成一个支持跟共识 乃至于是对他有一种愿景 我想这是我们政府部门里面 必须要去推动推广的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会里面 对我们正在进行的 不管是重点学校 或者是被辅佐的一个团体 乃至于我们实验教育 能够因着现行的法令跟制度 来保障我们原住民族教育的一个发展 既然广泉表示 近年度四场次的说明会 希望介入中央各部会 地方政府各级学校 以及民间团体共同努力与交流 让地方政府与各个原住民重点学校 更了解中央多元丰富的课后辅导资源 以及三半的其成 发挥各项补助经费的综合成效 让原住民族教育持续向上提升 接着就会关注的